好,那接着我们要讲的是说在设定完板子的尺寸之后的下一个步骤 就是要让所有元件它的流水号以及它们的参数设定都变成top layer 因为各位目前在上面看到像每个元件 它的流水号以及它的这个参数设定其实都是黄色的 这黄色呢其实是对应到这个top overlay这一层 那top overlay其实它并它其实是在制造之后 通常它会是用漆用黑漆白漆或是有颜色的漆 然后就是把它印在列印在这个PC板上面 它其实不是金属线 但是在我们就是手洗的PCP基本上我们并不会说是洗完PCP之后 我们在在上面会去列印这个它的流水号或是它的参数的数值 那我们会直接透过上层这个toplayer红色的这一层 然后因为在手洗这个板在手洗线路的时候 那这些流水号以及这些参数它可以直接显示出来 就是用金属导线的方式 但是它不会实际上去盖到原本的走线 OK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直接也可以透过手洗板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参数设定 那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件事 就是我们要依序的把这个比如说流水号 我点击它 点击它之后呢 在这边在这个特性的property的视窗里面 我们按global 然后呢我们要设定这个所有的流水号 指定所有流水号 那假设所有流水号它是跟目前这个这个C6 它是topoverlay同一层的 我们统一把它修改成toplayer 这个顺序一定要按照我刚刚所说的 就是说你必须先从这边global点选之后变local 同时要指定所有的所有的东西 然后呢而且比如说我现在要设定的是说 我要找所有跟C6一样是 它是采用topoverlay的 跟它一样的 然后呢把这个所有的topoverlay的材质都修改成toplayer 按OK 这时候它跟你讲说 你这样子 假如说你做这个修改的话 同时你会修改35个 35个东西 其实这35个就是在这整个画面里面所有的元件 它一共有35个 然后他们的流水号都是topoverlay 那我们同时修改这个所有流水号它的材质 让它变成toplayer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元件的流水号都变成toplayer 那你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去修改这个参数设定的部分 好点选两下 一样 global 这个一定要点选哦 虽然你看到一开始它就是这样子 但是你还是要走一次 还是要点选它 一样是topoverlay 所以这一层跟它相同的全部都修改成toplayer ok ok 一样是35个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参数它也都变成了toplayer 这样我们手写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看得到 那除了这个动作之后 另外我们还要修改这边每一个pad它的尺寸 在这边呢 在修改尺寸之前呢 我们会先把单位换成miel 假设说你今天单位是mm 比如按一个q 那你要把它先换回miel 换回miel 在miel的这个单位以下 你点选的时候 这边这个单位 它比如说要注意哦 这个要放大 放大到这边 然后再按 你才能够直接针对pad 单独去点选它 它的初始设定是62miel乘上62miel 这指的是它外围的 外围的尺寸 然后结果还有它中间这个洞的尺寸 其实是28 那像这样的尺寸 其实针对于说外面一般厂商PCB的设计 它是可以很容易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但是我们在手机版的时候 其实这个洞是比较小的 ok 那很容易洗一洗这个洞就不见了 就是这边其实代表是金属铺铜的部分 因为它的 这个内径外径之间的差异太小 或者说你可以说这整个的面积太小 你在洗的时候一下它就会洗断掉 会不见 所以说在这边我们会统一 去做修改 把它全部同一放大 也就是比如说我global 针对所有的 这边点选 然后呢只要尺寸呢是x 跟它一样 y跟它一样 其实就代表说是目前这整张图 其实它们的x跟y都是一样的 那同时这个hold也是一样的 好那我统一把它修改成x呢是80 y也是80 然后后呢你可以设定40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它改了38个 然后你做一次同一做修改 你可以看到刚刚 它的是比较小了 现在做完修改之后它整个都放大 那这样放大可以方便说到时候我们在钻孔的时候 我们的针角可以比较容易放进去 在焊接的时候 因为外围这边的金属是比较多的 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就进行焊接 好假如说我今天退回上一步 好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小的 下一步就变大 同时你看一下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 好比如说在上一步的时候 它都是比较小的 在下一步呢全部都放大了 ok 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好像还是有一些 pad它是没有被修改到的 所以说因为它的后的尺寸是32 刚刚我们前面看到那个洞的尺寸是28 所以我们刚才是28的部分做修改 那假如这边有个32 所以它没被包含到 所以一样我们这边还要再做一次修改 然后再做一次解释 80 80 40 同时呢看一下其他的是不是也是80 80 40 ok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是把所有的接点它的尺寸都做放大 同时呢把所有的流水号跟参数的设定都改成top layer 全 nun可以找到大家看